近日,在成都市一小区里,台湾同胞陈文仁正用心擦拭着骑遍祖国大好河山的重型机车,展示着写有中国梦的红旗,他的言谈举止之间,透露着对祖国的深切热爱。 2021年3月13号,陈文仁从祖籍地福建安息出发,单人单骑,环游大陆各省会。 在110天里,骑行总里程达到31212公里,一天最多骑行900公里,每到一座城市,陈文仁都会拉起一条横幅,上面写着,台湾同胞祈愿海峡两岸早日和平统一,而骑行各省会。 从小对中国历史地理喜爱的陈文仁,一直想看遍祖国大好河山,如今得偿所愿,他说这是他活了50多年来最开心的事情。 提到这一年的骑行,陈文仁有很多精彩的故事,想和记者分享,但最让他欣喜的是,看到祖国大陆城市、乡村、交通的巨大变化。 城市的繁荣,这个不在花下,那再来就是对于交通的市面发达,我看到一箱一特色,有什么葡萄村,有专门在种什么的,我觉得这个在农业方面,对农村的建设,还有农民的生活的改善,我觉得跟我以前来差别很大。 但骑行之路也非一帆风顺,期间陈文仁的摩托车断裂过,也遇到过恶劣天气和自然灾害,一路上有不少大陆同胞为他提供过帮助,有的更是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 我在骑行的过程当中,在路上休息的时候,很多都是人身地不熟的地方,是陌生人,他们对于我是从台湾过来,来骑行祖国,他们对我都很友善,甚至就主动拿出矿泉水,或者是他们的水果,来说你带在路上吃,要注意安全。 我就觉得说,人与人之间,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传统,感觉到这一趟走的祖国,有一点感觉好像是回到母亲的怀抱的那种感觉,都是同胞。 一边骑行,陈文仁用朋友圈记录着路途上的点滴,每一条动态都能获得不少岛内朋友的点赞留言。 陈文仁说,身在台湾的朋友都很羡慕他,能够骑行祖国,如果未来疫情缓解,会有更多的岛内朋友和他一样,探索祖国的壮美河山,感受祖国的地大物博。 毕竟两岸都是延桓子孙,我们有个共同的文化叫中华文化,我没有什么粉丝,就是我的一些朋友看得到而已,如果能够发出去,让更多人的回响,当然会有骂声,但是我不在乎, 因为我觉得两岸的统一是一个民主大义,我是希望更多的台湾的年轻人能够多来大陆,来看一看祖国的发展情形。